本土单日新增个案突破了400大关 有医师就推估 按照目前台湾的有效再生数RT值是2 单日破千例只需要一个星期 17天就能够破万 跟上海差不多 另外还有医师认为 确实台湾的RT值有在上升 需要注意 应该要降到1米下会比较安全 现在个案数也越来越多 还有工卫专家呼吁 要赶紧增加高风险族群的 疫苗接种率 毕竟社区的疫情升温 重症率一定会增加 就怕重症清零沦为口号 本土个案数是连连破百 而且还不断刷新最高纪录 有国内医师推估 破千破万例已相距不远 医师沈正南指出 目前全台有效再生数RT值大概是2 和上海相当 单日确诊数大概三天就会翻一倍 因此破千例只需一周 而大概17天后就会破万例 在NPIS方面有松懈 或者是说这个追加剂 就是两剂的这个接种的效期 慢慢递减的过程之中 也不排除会有那样的一个情况 目前RT值一直在上升 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RT值假如说能够控制在1以下 那相对就比较安全一点 要是防疫再松懈 确实不需多久 单日确诊数就可能会飙破 一万大关 医师沈正南还认为 原本预估台北境外渗透最多 但现在看来光是人流穿梭 就可能会造成多点散发 如果北北鸡桃大爆发 中南部还能挺住吗 毕竟同岛一命 个案数太多 疫调减疫量能恐怕会吃不消 各县市都需提前备战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 中央喊出要重症清零 但高风险族群接种率还不够 要是病毒在社区大幅扩散 重症率一定飙升 未免重症清零沦为口号 现在开始必须有所行动 我们的这些资深公民的 这个疫苗覆盖率 要往九层来迈进长照 或机构式照顾的机构 应该要展开 比较地毯式的一个调查 病毒难党 台湾民众得做足准备 才能安全影响 和病毒共存的新日常 接种报道 疫情现在也烧进校园 台南永康区大潮国小 永康国小跟北区的开源国小 传出学童确诊个案 在安南区的安南国中 以及高雄陵雅区的四位国小 也有出现确诊的学童 让校方不敢大意 目前是针对了确诊学生班级 停课十天 还有期中考日期易动 全校甚至停课两天 校园也禁止对外开放 卫生所前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前来快筛 会如此谨慎小心 就是因为校园出现本土病例 武林树有在这边吗 疫情狂烧 台南多所国小又传出确诊病例 9号下午 永康区大潮国小 永康国小跟北区的开源国小 纷纷传出有学童确诊 而晚间安南区的安南国中 也爆出确诊个案 对此校方不敢大意 针对确诊学生班级停课十天 全校停课两天 校园也禁止对外开放 不是刚刚通知的 是地缘关系啦 因为那个小朋友的爷爷家在大墙那边 而除了台南 现在高雄林雅区四围国小 也传出有学生确诊 校方未配合市政府防疫政策 9号深夜公告 全校将紧急停课十天 并于19号复课 至于其中考日期是否更动 将于开会后再行公告 各班停课期间 上课方式将依照停课不停学原则规划 尽管部分家长认为相关措施仍有待调整 但全力支持防疫政策 避免疫情持续烧进校园 接着台南高雄资本报道 根据教育部统计 全台目前累计15个县市 已经有超过200所学校停课 邮件于近日国内校园 确诊个案节节攀升 指挥中心日前也表示 现行的停课标准 应该是过于严苛 恐怕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对此教育部回应 不排除接下来要严拟松绑相关规定 目前多数大专院校的校长也表达赞同 校园持续加强清销 要防堵病毒扩散 但人止不住疫情持续升温 全台已经有超过200间学校紧急停课 停课标准是否过于严苛 教育部表示将严拟松绑停课规定 管理学院的有些法学院他也许线上 但是有一些规划设计学院的 或其他的这个课程是不一样的 他要正式补助学校 有所谓的快筛剂 当确诊的时候 让这个班级的同学 可以先进行自我的一个快筛 多数大专院校校长都赞成 朝放宽的方向进行 因为以现行的标准来看 确实相当严格 校内只要有一名学生确诊 该班就得停课 后续出现第二例 全校学生也得跟进 停课进行远距教学 十至十四天 这样的规定就连指挥中心都说 恐怕会影响学生受教权 这标准如果弄得太严的话 家庭跟社会的问题会出来 包括家长的父母要照顾 那个家里的儿童 那儿童的受教也会受到影响 就怕课继续停下去 影响的不止学生 还有学生家长 适度的放宽停课标准 让同学回归正常校园生活 解台北综合报道 每天接到细胞简讯的民众 越来越多 如果有症状就要配合快筛 但是来看看市面上 可以买到的快筛试剂 通常单季大概就要300元起票 如果买一整组5G的话 还要1800元 其实对一些民众的经济负担 已经造成压力 指挥官陈仲承诺 接下来他会跟厂商来沟通 看看是否可以跟口罩一样 由政府征用把价格压下来 还有立委建议 快筛费用应该直接由政府支出 让民众可以领到免费快筛 试剂深入鼻腔2.5公分 在鼻腔内壁旋转15秒 获得检体 放进试管静置一分钟 检测结果马上出炉 快筛试剂是很方便 但价格实在不便宜 应该100多块吧 100多块大家都就是 愿意去买来筛啦 因为300块大家要快考虑一下 像我们这种家庭主妇 100块就觉得要斤斤计较 100多块还OK啦 因为现在一个便当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考虑去买来 自己健康检查一下这样 摊开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试剂品牌 罗氏一组5入1800元 泰博出的福尔威创 超商就能买到单季350元 快得利一盒2入特价750元 算下来不管哪个品牌 单机价格通通在300元以上 要不要征用或者用征用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至于价格那一定要降的 听到民众新声 指挥中心将出手 想办法把快筛事迹价格压低 不过为了提升大家配合筛减的意愿 立委建议这笔钱应该由政府来买单 实在力量呼吁政府要赶快成立快筛国家队 在疫情升高的时候要免费的快筛 然后疫情下降之后 也要给国人一个合理 然后便宜的快筛四季的 本土疫情在各县市几乎无一幸免 住在市区的民众更像踩地雷 走到哪都可能踩中确诊足迹 收到细胞简讯又得自掏腰包做快筛 且看政府拿出什么妙招 替民众减轻荷包负担 记者林森金黄卫才特别报道